台北市的街头 经常猥亵男子 出没地点就在内湖民权东路上 人来人往 加上对面就是国中校园 居然是有男子大白天 躲在这个暗处做出猥亵动作 女子看到赶紧跟里长反应 并且在骑楼贴住狗屎 走在台北市内湖区民权东路上的骑楼 经见这样的海报 A4纸上解明二要几个字 就是要提醒烙灯女子 注意自身安全 尤其我们这边学生很多啊 孩子很多 太危险了 实际了解状况 原来最近在这一带 出现了猥亵男子 曾经有一名女子 独自一人走在骑楼 光天化日下 却经见一名男子 躲在角落阴暗处 做不雅动作 男子大约40多岁 身材中等 女子吓得赶紧向里长反应 本身我们社区里面 也有巡守队 那我们对不定期的 就请我们巡守队员 在这个时段 或是说扩大更长远的时段 来巡逻 文献男子出没地点 在人来人往的民权东路上 斜对面就是国中校园 就怕学生受到影响 文献男事件 早在两个月前就发生过 但现在警告标示 再度贴了出来 辖区内远景 各个绷紧神经 加强巡逻 全面气狼 记者台北 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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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